你信不信 没有吸血鬼的传说 就没有现在最常用的一种 罪犯特写技术 欢迎来到怪奇周 我是老张 说起吸血鬼 大家很容易联想到 与恋人温柔缠绵的时候 尖牙刺进脖梗血管 这种迷幻令人虚拓的画面 这种吸血的怪物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最著名的就是 暴君德古拉 和用少女学养颜的 女伯爵伊丽莎白 但是哪怕你做的时间机器 回到公元1460年 也不一定真的能看见德古拉和谐 但是如果你回到1977年的美国 你倒是能真的见到 吸食人血的怪物 当然了 它有可能是你活着见到的 最后一样东西 咱这儿不是上历史课 但是作为正经介绍 超自然力量的吃人驱压扑着 说到吸血鬼 不给大家引荐一下 妖艳美丽的匈牙利女伯爵 伊丽莎白 这个故事就不完整 作为史上第一个传说中的 女吸血鬼 我认为她比德古拉大爷 更能体现出吸血鬼的本质 德大爷的原型 穿刺者弗拉德最大的爱好 也就是把人定在木桩之上 慢慢折磨而死 她坐在好朋友森林里头用餐 最多也就体现了 她作为君王的残暴 除了不云血之外 和吸血鬼没多大关系 而我们的女伯爵伊丽莎白的 精识容颜 那可都是靠处女血泡大岛保持的 这一下子就把长生不老和人血 联系起来了 1560年 伊丽莎白拓巴里出生在 匈牙利纳吉切德的城堡里 父母都来自 匈牙利贵族的拓巴里家族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女性不同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伊丽莎白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精同匈牙利语 拉丁语希腊语 甚至在处理军事事务的时候 也能游刃有余 众所周知 欧洲贵族和皇室为了保持 纯粹的血统和家族的财富 会疯狂乱伦 伊丽莎白从小就患有 遗传性疾病引起的癫痫 并且伴随着岁数的增长 越来越严重 44岁的时候 伊丽莎白丈夫去世 这位寡居的夫人 继承了丈夫所有的领土的财产 成为了一个控制着 十几座城堡庄园 土地横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女伯爵 虽然有无上的荣耀 但是癫痫带来的痛苦 依旧时时刻刻折磨着她 她听说治疗癫痫的良方 是把处女的血抹到嘴巴上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坊间流传开关于她的恐怖谣言 传说女伯爵最喜欢 折磨青春期的农家少女 因为干农活身体健壮 可以承受更长时间的酷刑 而且至少有600名少女 进入女伯爵的城堡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甚至有人说 她发明了一种刑具 一个人形的铁棺材 里面全是尖刺 慢慢合拢容器的时候 刺会刺入少女的皮肤 然后流淌出来的鲜血 就会被女伯爵收集起来 给自己泡澡养颜 1604年 关于伊丽莎白血腥暴虐的谣言 已经传遍了整个匈牙利王国 引起了国王的注意 经过调查 1610年对伊丽莎白的审判证实开始 女伯爵和4个仆人被关押审讯 一共289人出庭 对她提出了指控 不过其中229人的证词 都是听别人说 女伯爵杀人取血 自己没看见 有25个人说 自己曾在城堡里头 看到少女的尸体 但是不知道死因 只有4个人说 女伯爵杀人 我亲眼所见 这4个呢 就是女伯爵的仆人 对于伊丽莎白的审判 在极其混乱的情况下 聊聊草事 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 皆大欢喜的结果 国王判决伊丽莎白 被软禁在自己的城堡当中 直到死亡 自己欠伊丽莎白的一屁股债 也不用还了 伊丽莎白的子女和亲戚 瓜分了她的领土 4个仆人被判死刑 在血腥女伯爵的记录里 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这政治阴谋的痕迹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 近代欧洲对于人血的渴望 也一览无语 为什么当地人会认为 女伯爵一定要用少女先血沐浴 来换得自己青春永住呢 这答案就在血里 那时候 西伊认为这个人血里头 饱含着人的生命精华 你想啊 肉体只不过是福曲鞘 真正的驾驶员还是灵魂 而灵魂就随着血液在身体里头涌动 你就好比说 人受到惊吓会自制冰凉 看到羞羞的东西会面红耳赤 这些在老西伊眼里头 都是灵魂随着血液收缩和扩张的表现 所以根据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 想要治病 吃韭菜猪血 麻辣牙血都不好食 必须得用新鲜的人血 才有效果 只有人血里头 才有人的灵魂能量 所以在那个大主教喝少年血治病 老百姓拿着锅碗瓢盆 等杀头的年代 民间传说当中 有吸血鬼和狼人这样的嗜血怪物 一点都没毛病 不过这个传说中的怪物 并非只能拿来吓唬小孩 它还启发了美国的FBI 创造了一套罪犯策刑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对于美国人来说 是一个电影比现实更安全的年代 那个年头 发生在路边的凶杀案 比童年恐怖片里的凶杀镜头还多 你就好比说 1979年的时候 光纽约市就有2000起凶杀 绝对是气死戈登探长 累死活蝙蝠侠的数量 除了这个仇杀情杀 抢劫杀人之外 还有很多恶性凶杀案 但是那个时候 还没有发明出连环杀手这四个字 面对这种 不徒财不畏仇的案件 美国警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FBI也急需一套理论 让调查员高效率的工作 其中FBI的行为科学部门的四位探员 受到狼人和吸血鬼的启发 总结出了两个凶手的分类模式 有条理型杀手和无条理型杀手 有条理的连环杀手 这类人通常非常聪明 善于交际 身体有吸引力 穿着得体 功欲整洁 就像个高雅的吸血鬼 会精心策划犯罪 耐心地跟踪受害者 经常使用魅力和诡计来吸引 从而绑架他人 会提前准备好武器和捆绑用的绳索 并试图清理犯罪现场 以销毁法医证据 他们倾向于在一个地方遇到和绑架受害者 然后把他们带到另一个地方杀死 最后在第三个地方 处理尸体 这样做 可以让调查员找到的信息 都是碎片化的 提高破案难度 这无条理的连环杀手 不会花很长时间策划行动 就像是个狼人 都是心血来潮 使用突发的暴力行为 来绑架和制服受害者 他们缺乏吸引受害者的社交技能 往往是孤独者或者流浪者 并且可能失业 通常会用随手可得的东西 作为武器杀死受害者 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往往就是凶案现场 并且会留下大量而混乱的痕迹 他们可能住在凌乱的公寓里 身体经常令人厌恶 开着维护不善的破车 别看这套理论十分粗糙 但是出乎意料的好用 FBI很快就用它解决了一个凶案 不过这凶手是人还是怪物 可真不好说 接下来将会有大量的绿色内容 敢看的朋友点个赞 不律不要钱 1978年1月23号 家住在萨拉门托的大卫沃林 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想要拥抱一下自己怀孕的妻子 特雷莎 然而几秒钟以后 大卫魂不守舍地跑到街上 尖叫都变了音 邻居只能从破碎的字节当中 得到一句话 我的妻子死了 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他们瞬间就理解了 大卫的歇斯蒂利 这种案件已经超过了 他们的能力范围 于是他们赶快联系了 FBI的行为科学部门 当时22岁的特雷莎 仰面躺在卧室地板上 身下的血迹呈拖拽状 一直延伸到客厅门口 她双手向上举起 T恤掀开 下身赤裸 身上有三处中弹痕迹 一颗子弹从手掌射入 穿透手肘 另外两发均在头部 左乳头被切除 腹部被抛开 脾脏肠子被拽出来 摆在身体的左侧 胸腔上有多处锐气伤 身边还有一个 似乎沉过血液的 玻璃酸奶盒 有被引用过的痕迹 她嘴里塞满了 动物的排泄物和泥土 经过鉴定后 发现是花园里的狗屎 探员很快根据模式分类 给凶手做了一个测写 白人男性 年龄25到27 牵寿 外表营养不良 为人孤僻 缺乏社交 食用毒品 没有工作 可能靠着某种形式的 补助过活 应该独居 住所非常邋遢 没有服役记录 高中或者大学辍学 有精神病史 可能患有一种 或者多种的 偏执性精神病 那这探员是如何 在没见过凶手的情况下 描绘出她的样貌呢 首先 根据数据显示 大多数的性犯罪 都是种族内部的 就是白人杀手和白人受害者 或者黑人杀手和黑人受害者 性杀手大部分是 20岁到30岁之间的白人男性 而沃林一家住在白人社区 任何其他肤色的人 在社区内逗留 都会引起额外的注意 其次 无条理杀手的暴力行为 多数是突发的 不会精心的清理犯罪现场 与特雷莎的遇害场景相匹配 而根据受害的程度和性质 以及现场有过饮血的痕迹 让人有理由相信 凶手应该长期处在 精神异常的状态下 长期存有对人血的渴望 很有可能因此接受过治疗 这样的人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状态 所以会营养不良 并且无视个人卫生 这种状态的凶手 很难保住工作 而且 如果不迅速逮捕凶手 他肯定会在短时间内 制造更多的杀戮 探员们的推断十分正确 沿处发随 三天后 距离特雷莎沃伦命案 现场900米的地方 发生了一场大屠杀 现场一共三具尸体 分别是38岁的伊福林 伊福林6岁的孩子杰森 和51岁的丹尼尔 丹尼尔坐在沙发上 头部中弹 杰森躺在床上 头部中弹两次 38岁的伊福林则比较复杂 他首次遇袭的地点 应该是在浴室 他被人从浴缸 拖到了卧室的床上 接着 伊福林头部中弹 衣服被扒光 腹部剖开 呈现出的景象 和特雷莎遇害十分相像 警察在他暴露的职场中 还发现了大量凶手的体液 伊福林的眼睛附近 有一圈切痕 似乎凶手试图 把他的眼球取下 现场放着多个 装过血液的玻璃容器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还有一个满是血迹的婴儿车 原来伊福林的弟妹 当天恰好有事 把自己一岁大的孩子 送给伊福林 代为照顾一下 如此血腥的现场 却找不到婴儿的痕迹 很有可能被凶手掠走 凶多吉少 被害人伊福林的福特旅行车 也被人开走 并且遗弃在不远的地方 探员们根据摩石认定 此时的凶手 可能比之前更加精神错乱 应该没有换乘其他车辆逃离 他的家极有可能 就在被遗弃的汽车附近 这附近是一整片公寓住宅区 警察在花费了48小时 逐一排查后 梳理出一条线索 一名年轻女子报告说 案发当天 他在附近遇到了 自己的高中同学 这个男人外表瘦弱 眼眶凹陷 手里头还拿着一个破盒子 名叫理查德·蔡斯 而这个理查德 恰好就住在离汽车地点 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 当警察以绝对火力 包围理查德的时候 他正抱着一个纸盒 试图从后门逃跑 他回手就把盒子甩向 离自己最近的一名警察 一堆黏糊花白的组织 混着血迹斑斑的报纸 就贴在了警察的脸上 事后这警察才知道 甩在脸上的那部分组织 是婴儿的脑花 最后理查德被蜂拥而上的警察 按倒在地 而他身上还装着一把 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 正如罪犯测血预测的那样 理查德的公寓 活像个人间地狱 沾满受害者血迹的衣服 散落在地板上 冰箱里还有一个罐子 装满了类似血浆和大脑组织的容物 厨房里三台搅拌机都被血爆出浆了 可见他对人血的欲望 不是一天半天 理查德的个人情况与测血也完全相同 27岁白人 身材瘦弱 逃不出连环杀手的童年经历模板 他的童年是父亲充满酒气的训斥和皮带 12岁的时候 母亲带他看心理医生治疗他的精神偏执问题 但是后来因为家庭拮据放弃治疗 开始吸食大麻 早年间认识他的人 对他一直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印象 18岁的时候 因为早期的精神创伤和长期吸毒 导致他被诊断出勃起功能障碍 这个难以起始的病症一直折磨着他 直到他的精神分裂问题加剧 20岁的时候 他开始相信自己布局 是因为自己的血液正在蒸发 只要补充血液就能解决问题 1975年 他因为给自己注射死兔子血 导致血液中毒 被送到医院抢救 全医后被直接转送到了精神病院 在医院的时候 他生生啃吓鸟头 直接吓得两个当班护士现场辞职 而医院使用的常规治疗方案 对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导致医生认为 他的精神病并非是原发性的 而是毒品带来的后遗症 1976年带着一大堆医生处方的理查德出院 和母亲之间的矛盾 导致母亲断了给他的经济援助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没有了药物 没有情感支撑的理查德 复杂的心理问题迅速生机 他经常用搅拌机把动物血肉打得稀碎 对着可乐一起服用 1977年12月底 理查德在路边随机射杀了一名路人后 猎杀生机 他不再满足于用动物血液治疗自己 1978年1月23号 他顺着马路游荡 寻找着自己的目标 边走边尝试转动房子的门把守 他认为门如果锁着 就代表他不受欢迎 门没锁 就是对自己的邀请 直到他看到22岁的特雷莎沃伦 在门口倒完垃圾后转身回到家里 他跟了上去 转动了特雷莎家的门把守 门开了 审理此案的检察官罗纳德 下定决心要重判理查德 尽管辩护律师以精神错乱为由 提出无罪抗辩 甚至换了两个不同的法庭审判此案 最后检察官认为 尽管他有精神病 但是他有能力为六项一级谋杀负责 最后他被判出死刑 在刑刑前 理查德自杀在自己的牢房中 人诵外号 萨拉门托吸血鬼 理查德塞斯的案件非常扭曲 从他的杀人动机来看 把他称作吸血鬼一点不为过 但是从他的作案手法看 他又非常贴近于那种狼人的 非条理性杀人 警方在搜索他家的时候 还发现了一个日历本 在他三次行凶的日期下面 都写着一行小字 就是今天 而这样的标记 一共有44个 如果当时的测写师 没有发明这种全新的测写方式 恐怕理查德将会掀起腥风血雨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我是老张 下会儿再见